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德华亲自上阵拍摄的飙车 爆破 枪战等惊险戏份 还是令大家着实捏了把冷汗 想想的后怕 首映发布会当日 时光网独家对话刘德华 分享他商与付出的心情点滴 也畅聊新片拍摄的幕后故事 这次变中有不少的动作戏 想从那查理罗的城堡里 跳进去盗宝 对 因为那场戏其实我们可以搭紧的 我们可以搭紧 然后那些洞都是画的 都可以 一样真实 一样真实 只是因为我们没那个时间 没那个钱 所以我们一定要实景 然后那个洞就那么大 滑下来的那个很高 然后就好像这个 如果它在这里 它就那么一点点 但是它越滑越低的时候 它的晃就大了 那我一动就刚刚碰到那个圈的边边这样 就那么一点点这样 所以这个是如果 如果在花时间 花钱的话 可能就会更好 就可能没那么危险 但是现在实景又有实景的好看 对 那现在拍一些动作戏 你会感觉到会后怕吗 就像之前拍的《夹刀》这些 怕我就不拍了 就是拍的时候当然不怕 有没有造成心理阴影 对 我们一直都有讨论 我一直都有讨论 跟它合作的那个可能 那其实12年前 大概我们就发现它很喜欢魔术 然后我就希望 我也很喜欢魔术 然后我就希望跟它一起合作 拍一个魔术的电影 但是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停下来 那后来最近三年前我们就开始了 但是到最后还是找不到投资的人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 在投资方面 他们觉得这个会让他们更有信心 所以我们就换到这种的题材 我对它的能力还是有信心 但是这个是市场能不能够了解 或者我觉得这个很难说 但是如果是在技术性的层面 在这一次的我觉得还是应该我们业内的人会同意 或者是欣赏 如果你光是做一个演员的话 可能那个概念上面 你真的很难去掌控 那所以如果是监制的话 可能你就可以 但不一定啊 可能可以 这是我强调的 所以不管什么 不是哪一个类型 我会特别就是愿意去做监制 我不是选择一些成功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一些可以改变的题材 然后如果你是监制的话 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改变 不然的话它真的会 对就这样了 这部电影就这样了 就是你看到 就跟以前一样好看 它可能就没什么太大的分别 就跟做一个艺术品一样 就今天我们做了一个 如果每一次都做了一样的话 它就变成工艺品 它就不会是艺术品 这样 这一次 《狭道》的那个是 我们希望可以看到一个 怎么说呢 在风格上面是比较洋化的一个电影 这不是说我要坚持香港电影 就是香港警匪这样 因为我觉得每个地方都应该有不一样的 就是如果这个可以 它发生在亚洲 那就跟以前我们看到的《狭道》片差不多 无尽道的时候也不是合拍片嘛 那所以故事在就比较 真的比较人心一点点 但是可能现在在电影上面的 那个要求啊 或者是那个规矩上面啊 我们比较要小心一步一步了 我觉得要等到那个时候了 就等到我们在创作 然后每一次我们都会挑战一些大家的神经 因为那些事情真的要猜不到 而且 而且是在生活上面 你真的 真的会想到它会出现 这个才会是一个新的高度 现在我们只是在那个视觉啊 还有那个production value上面可以改变 一直下来我们都需要有这种 对我们需要更大的空间去发展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让时间给我们嘛 我们撑下去 我们把基本的撑着 就一直等到有一天我可以写 我可以这样说我可以这样这个事我觉得就会有另外的一个 就就现在我如果我觉得反贪啊那些 我觉得还是可以写得很精彩的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真的很大的鼓励啊 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从我从刚刚开始我认识他 他是香港一个经纪人的一个一个新的演员 我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拿他的电视剧给我看 然后就开沙破狼 然后香港那个Paco 他就跟我说他就是第二个理念切 我跟他我看到他打 我看到他一直在很拼 我看到很多电影很多很用心 然后后来我就跟在少林寺跟他一起演 然后也觉得他是一个 就为了自己的工作很认真的一步一步走 然后现在看到他的成功 所以我觉得还是还是电影的梦 还是一个比较鼓励心强的一个环境 所以希望就是大家不要 就是我们当演员的 就是我们撑那么久 就我不知道我们下一步会怎么样 或者我下一步会怎么样 或者是以后有没有人找我去演战狼三 这个很难说 但是我们基本的那个自己的那个要做好 您可以向吴京导演发出邀约 说邀请了吗 主演战狼三 你主演 我演老狼 如果我当一个军人 大家会不会相信 我觉得还是要导演相信 就只要导演相信 我们就可以试试看 就跟事故一样 就是我当一个农民 有没有人相信 真的有一个 有个导演他愿意相信 那我就去演 我们还是等那些机会 我们下期见